每逢春节 中国人的茶余饭后 总少不了坚果的点缀 从最初朴素简单的花生瓜子 到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品类 坚果始终在过年期间 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辽宁省还人满足自治县 山野中的两种坚果 满足着当地人味蕾的需求 文学家梁石秋写道 核桃来自枪湖 故又名胡桃 是张千石传道中土的北方盛产 诗人爱卿写道 一个个像是铜柱的 上面刻满了甲骨纹 也像是黄羊木雕刻 玲珑剔透 变化无穷 夏秋交会的季节 于春华和刘宝凤老两口 带着五岁的小孙子 上山去寻找一种当地的坚果 辽宁还人县东西部群山中 分布着连绵不断的森林带 中部和东部的丘陵地带 盛产山核桃和榛子等坚果 白鹿道竹竿腰 每年的白鹿时节 是山核桃成熟的季节 中国人信奉以行补行 不仅过年 完人一代的人家 寻常时节也会被些山核桃人给小费吃 期盼孩子头脑灵活成绩好 一小的时候 十多顺 就跟着老鹰 父母出去捡镇的 采蘑菇 核桃 这些像的 就这些东西 有时候再扣一些药材根换钱 八月十五前后 就不闲着了 有时间就跑上 就这样 思思散的 老鹰 孙数也大了 身体不算太好 就回来了 在外面总感觉没有根 这都漂白 回家以后了 在家里 感觉心落地了 珍子 又名山板栗 尖栗或锤子 成熟期在九至十月 珍子素有坚果之王的美誉 在中国的种植历史悠久 全国二十二个地区 都有珍属植物分布 还人丘陵分布广泛 适宜大面积种植珍磷 这真的丰收了 在多少斤能够分 十五十斤能够分吧 那哦 生结生孩子回来吃 回来吃 奶奶这年给你咋吃 这里十斤 这里下第五斤 站住啊 你昨天给爷得多少斤的呀 那就是一斤来的呀 这五十斤咱就一架子 过年够不够吃啊 也够分了 够分了 上了秋了 咱就得准备年货 开始收货了嘛 一秋之后就开始收货 什么都得整 经过简单的挑选晾晒 这些坚果要经过秋季 数月的风干 待到春节才尽情享用 好 好 冬季来临 老两口把秋天采摘的核桃榛子 拿出来脱壳取瘦 准备过年给孩子们吃 小时候困难什么也没有 这就好好的东西 整点回去 弄点核桃榮 然后过去也换我们的 盘盖 大的做菜给孩子吃 我这些剩下这些炸油 你这个10斤能啥多的油啊 10斤啊 5斤多 5斤多 那我这20斤能从10斤有呢 10斤多 这玩意不大脑脑裂的 你看 儿子一家在长春生活 每年只有春节才能回趟老家 今天儿媳亲自下厨 准备做两道拿手小吃 儿子一家在长春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夜饭是过年时每家每户的重头戏 年夜饭极具被大众所接受的仪式感 除夕夜 百姓以食相庆 饭桌上天地之间生长的万物 在年终岁尾相约而至 成了四季流转中美食精华的大团圆